前几天去倒垃圾 在垃圾桶边上看到一个破盆里边有一棵发材树 用手捏了一下 然后没有冻死 幸亏现在已经淋上了 这种的拔出来看一下 已经一点根也没有了 应该是某个人在家里养 然后忘了浇水 彻底干枯了 他的牙子也已经干枯了 所以说他的主干是好的 我就捡回来了 对正好好的话就说 我养的彻底干枯了 能不能救活呢 很简单 如果说已经干的不像样了 你就可以拔出来 像小七这样 把他的底部全部修剪掉 不留一点根 然后去晾上一两天 放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就行了 晾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栽种了 栽种的时候用小的花盆 用透气心好的阴阳土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把它放到里边去 直接填充上土壤 给它埋死 这样埋死以后有生根液一定要加水加上 每次浇水都要给它加 等它盆土干到一半左右再去给它浇水 保证盆土的湿 把它放到太阳光底下去 温度不低于10度 那么它就会快速的生根 根系长出来 牙子就会快速的生长 其实发败树非常的好养 小七之前去花是10块钱捡了一棵大的 没有叶子的 光生杆子的 现在养了两年 长得非常好了 它是属于木本植物 它主干上能够长根 只要栽种上有湿度 有生根液的成分 很快就能够恢复过来 在家庭中养也是 尽可能用透气心好的营养土栽肥相对会好一些 如果您养的出问题了 发现它不行了 主干还是好的 您就可以按照这种方法 如果出现烂根的情况 我们把烂根的位置切掉 把上面这条全部剪掉 再去按照这种方法去栽培 它也是能够快速长根的 学会了吗 好吧 谢谢大家